她說 她說欸你跳一下 喔我跳一下 她就這樣 你自己摸一下好不好 喔好 摸一下 她說欸 轉一圈喔 我開始轉 然後醫生人覺得 她其實就叫我這樣轉一圈 可是我變成這樣轉一圈 那個是拉瘡臉嗎 那 沈玉琳 是 你為什麼不用當兵 我本來一直以為我要當兵的 善氣 你不用喔 不是 銀鎬 不是 沒有 脫缸 現在有的觀眾會分不清楚喔 有時候我們在開玩笑對不對 怎麼播出以後他們當生了 以後人家就叫我 有見面 就看到我就叫我 還得了 沈玉琳 不是為什麼 後來當兵不是他體檢嗎 後來他發現說 兩眼視差過大 一邊800度一邊100度 好像差500 500以上就不用 沒有 對 那視差 那你當時的心情是開心還是 開心 其實我非常落寞 是不是 怎麼非常落寞 因為我爸爸自己是職業軍人 那你知道那個 那個 家裡的榮譽 對啊 那個 爸爸一定都希望說我們能夠報效國家 是 恨不得我去考那個陸軍官校 真的喔 那小時候都給我們看那種什麼 劍草音樂段 黃埔軍魂 音樂千秋啊 八百壯師 黃埔軍魂 對 都給我們看這種電影 梅花 所以一旦我去檢查發現說 欸 不用當的時候 那種落寞跟沮喪 好像我做了什麼錯事一樣 哎呀 我記得在回家的途中 我爸爸還拍我肩膀喔 說沒關係 沒關係 不要傷心 加油 是要把那個拍出來 我想說我又不是考試落榜 那邊被打 哈哈哈哈 而且不用當就不用當 怎麼加油 哈哈哈哈 請問一下 你的同學們一定很羨慕你 同學 男生會羨慕啦 但女生會 唾棄 對 女生會覺得 哎呦 怎麼 不用騎 他不是 身體有殘缺 殘缺 好不好 對啊 他知道原因哪一點 那個時候 不用當兵不是因為 不只是因為太高啦 是因為我去體檢的時候 出了一點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體檢不是 要摸幾集嗎 哎呦 哎呦 確定要講 你老婆在看 沒關係 所以一摸沒有 不是不是 他就 太多碰一下 對啊 六顆 然後我就很不舒服啊 我就有點 腳有點軟 還是超乎 他說 欸你跳一下 喔 跳一下 他就這樣 你自己摸一下好不好 我摸一下 他說 欸 轉一圈喔 喔 我開始轉 然後醫生的人覺得 我肢力沒有問題 他其實是叫我這樣轉一圈 可是我變這樣轉 那個是拉窗臉嗎 NO OK 肢力有問題 你也不用去 部隊裡面打球啊 很多人都去什麼飛駝 飛駝啊 那個時候其實是有籃球替代役 但是只要196以上就不用當兵了 所以我還是太高 所以說飛駝籃球隊都沒有196以上 沒有 雖然成績越來越差啊 被我擦 哈哈哈哈哈哈 被他已經弄掉以後 飛駝就結束了 嗯 嗯